小北来公司找我 我想着这么久没见 骑马请一顿饭 请假时我跟陈冰 晚上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他摇了摇头 我也不想象他解释太多 没想到图图把他带过来了 请假就是人家自选 你请假了 对 还没来得及和你说呢 他来南京我还没请 他吃顿饭 然后本来想喊你一块去的 你说你没空就没 你没去吗 陈总 我过来就是想 给你陈一些生物 就是这样的现在 没有没有 我希望家里有在场 不好意思啊 请收拾一下 人家都已经尽力了 啥意思啊 不好吧 没事 等一会儿不要走 出去吃饭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你是不信我 如果我和别的男生 一起出去吃饭 你也不介意 我介意不止一次两次 可结果呢 我们都别想这么多 行不行啊 你不信我 我说再多也没什么用啊 前进 你等我怎么合作 我长话短说 资金仓库我都能解决 但是我要30%的股份 我想知道你投多少 要30%的股份 800万 够了吧 不是不是 那个30%股份也太多吧 都快赶上老板了 那个陈总 他可做不了主啊 他能做主 这样 陈总 你先给我考虑 考虑好了 联系我 走吧 我们去吃饭 那我在门外等 你还是真是认识了一个了不起的人 差不多吧 反正就我挺废物的 你知道30%的股份 他在这个公司 已经能做公司的发展了吗 他投了800个 这不是他应得的吗 而且我说实在的 我都觉得他30%他都要少了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那你会拒绝他吗 啊 啥玩意儿 我说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自己这么努力 他最后 他站在那比我 好好的脚头上